今天,我專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OMICA的地球防衛隊的,算是第二支GT啊 EG02啊 呃,祥英猛殺 對,為什麼突然間忘記它名字 然後,盒子這樣子啊,然後看到這邊有被蓋章啊 這是在那個林特曼會現場購買的啊 售價是1299啊 其實後來好像我現在看到好像999的啊 林特曼會現場好像越來越便宜啊 盒子這樣子 那它另外有兩個車款啊 那,反正不廢話啊 拆弄給大家看啊 我後來才發現 這個所謂的核心飛車其實還比較難找啊 我現在發現核心飛車 不好找啊 然後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去林特曼會現場 買他們的商品 大家真的稍微留意一下 最好在現場檢查一下 因為他們特曼會的商品有些時候 狀況真的是有點稱之不齊啊 那裡面內部是這樣子啊 上半身 這是 英王啊 猛獸英王 然後下半身是 猛獸 鯊魚啊 那 另外的 配件 槍跟翅膀的部分則在這裡面啊 然後背包 等一下 先把它的 零件 欸 為什麼剪刀不見 欸我發現 還有貼子 它這組貼子也蠻多的啊 那說明書在這裡啊 好像奇怪怎麼沒看到貼子 結果貼子 在另外一邊 我真的覺得他們包的真的都非常的緊 是怎樣 有那麼那麼 我們 殺魚是這樣子 殺魚的那個嘴巴我蠻喜歡的 這個系列好像 已經完結篇啦 然後可是 我好像都沒有看到它打算要推出第二代 因為這個好像是之前 配合 TOMICA幾周年的時候特別推出的啊 然後 很可惜啊 就好像市場反應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好 那這拿出來 另外這一個 這個要拿出來 沒有什麼 沒有打開 就是這樣 翅膀背包 然後兩個爪子 跟武器啊 有什麼 皮革 很可惜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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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有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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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 诶我发现一件事情 它跟01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没有所谓的蓝色那一般款 那个核心飞车诶 它这样子 这样也不是很好诶 这样子如果要发动 它的声光效果 一定要有核心飞车 反正内容物有什么 我就先介绍什么 以后有机会来介绍它的 因为它声光效果主要是集中在 那个 车子的核心飞车的那个里面 然后 两个翅膀 翅膀的这个是可以动的 波轮的部分是可以动 然后爪子 好 好 先介绍它的动物形态 动物形态 现在脚 脚筋变好了 脚筋变好了 脚这边可以打开 这边有个插销 扣上去 脚部的部分 然后两个脚这边有两个卡榫 脚跟这里有两个卡榫 合起来 翅膀这边打开 打开 枪的部分 这里 插销对插销 扣上去 这样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猛杀的部分是这样子 动物形态 嘴巴是可以打开的 上面 側面 基本上 动物形态 基本上可通性都没有太多 然后 轮子 底部是有轮子的 所以它是可以像这样子 滑动的 底部 转圈 基本上这样 那鹰王的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核心飞车 所以把它翅膀装上去 翅膀在这里 然后打开 翅膀 装上去 打开 然后爪子 爪子是在 北枭 这个 脸的部分 这个 这个 后座的这个直接插上去 然后爪子的部分 我用装反 对 我用装反 翅膀这个 有插销的是要在 下面 而且 注意看它这边有做防呆 这边有个插销对于这个插销 这样才对 这边 然后 手臂这边有两个卡榫 这边跟卡榫对于这个卡榫 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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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这个扣起来 扣完这样子后 插销可以装在这里 不是插销 爪子的部分 装在这里 这样子 这是它的动物形态 这个形态它嘴巴是不可以打开的 上面看这样子 上面看这样 正面这样 这是可以拨吗 不能拨 然后这个爪子 其实 它的 载具形态也有 看它好像有别的 别的地方可以装 它可以装在手臂 可以装在手臂 肌肩形态其实这系列都差不多是这样子 头部 用便 然后手臂 这边插销先拔掉 往下折 然后翅膀直接往上 这边 直接往下折 原本的 这边白色打开 拳头就可以露出来 这里 拳头就可以跑出来 然后这再扣回去 两边一样 白色的部分打开 然后拳头 旋转一圈 拳头就可以露出来 这样子 然后翅膀直接 往上折 往后 这样子 往上折成一半 然后白色这个零件先拔下来 头 直接往上推 旋转一圈 脸就露出来 然后这个零件 这是直接 改成平方 变成这样 扣上去 后面变成这样 那 腿的部分 猛杀部分 两个腿打开 这个零件拆下来 然后上面的枪也直接拿下来 然后直接往上 往上折 两个腿往下折 脚的部分就直接这样就很扯了 这边 后座底座 打开 后面脚跟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这边这样 我现在发现 它猛杀的头 跑在后面 然后这边的卡榫 对应它的 卡榫 扣上去 就可以了 猛杀就算变形完成 然后两个 鹰爪 装在这里 装在脚掌的部分 然后枪的部分 这把原本这个 拿出来 里面的尾棋的枪 拿出来 拿不起来 改装在前面 变成类似十字弓 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 再改装在这里 然后再合起来 然后 给它拿 它就变形完成了 响音猛杀 侧面这样子 好像不够高 这样子算起来好像 好像只有 第一组 猛斯那一组 它有附核心肥车 正面这样 对对对 这要往上推 忘记了 它原本的胸口 这个胸甲 原本在老鹰形态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胸甲 其实是可以往上推 往上推后 比例比较好看 那再来看可动性 头部是可以旋转的 然后它这个系列的特色就是 你头部要组装上去的时候 这个打开 如果这边放核心飞车 这个扣下去的时候 它是有声光效果的 然后这边 头装上去的时候 也有声光效果 但因为 我并没有买到这组的 核心飞车啊 哇好像有绿色 但是下次一直介绍 手臂 这边是可以旋转的 往上也可以抬一点点 然后手肘这边 旋转没有问题 这边 这应该算二头肌 然后手肘 可以抬成这样子 拳头其实 没有可动范围 有点可惜啊 那骨关节就蛮不错了 骨关节可以 往上推 往前 往后 膝盖 这可以推成这个样子 这还蛮好的 脚掌这个关节 只是可以左右移动啊 那上下不行啊 那上下不行啊 比较可惜啊 那 脚印飞车就这样 然后头部可以旋转 刚忘记讲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啊 鲨鱼头变在后面啊 嘴巴还是可以打开啊 屁股有鲨鱼概念 正面 现在售价其实蛮多 这个卖场 大概都是1100 1200在丢啊 Lintern卖会比较便宜一点 大概999 如果配合 他们另一个活动 可以凑到800多块 应该是有机会的啊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考虑去购买 这个系列的核心飞车啊 因为我觉得它这系列 你要玩真的 要有神光效果真的 要配合核心飞车 才会好玩啊 那 武器的部分 比较可惜啊 武器的部分 我看它好像就没有什么可动性 比较可惜 那要变回所谓的 载具形态也很快啊 就 就是这边有个插销 往后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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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往后扣的时候 这边 卡榫就会打开啊 鲨鱼就会掉出来 那要变回鲨鱼型态 其实就很快啊 鲨鱼型态也很快啊 就把 槍的部分 拆开 背棋 装回去 合起来 然后 两个 鹰爪的部分 拆起来 我这样看起来好像 它们只要用不同的核心飞车 然后两个脚掌 往后推 打开 背棋的部分 这边两个比较长的插销 插在两个腿这里 脚掌这里 然后这两个插销 合在一起 像这样 然后这个往上推 左右两边的 起拿出来后 槍的插销对插销 扣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嘴巴是可以打开 头这个头是可以旋转的 稍微留下 这个头是可以旋转的 这点比较特别一点 老鹰的部分也很简单 先把两个拳头收起来 白色部分打开 白色部分 打开 喷射口拿出来后 白色这个 后面背包拆起来后 变成这样子 改装成这个样子 撞完后 头旋转一圈 往后折 就可以了 然后 原本的胸甲是在这里嘛 往下推 推平成这样 然后手整个往后抬平 后 这边的卡榛 对面这边的卡榛 扣起来 这边的卡榛 对面这边的卡榛 扣起来 扣 扣完 合起来 然后 翅膀 摊平后 打开 摊平后打开 两个插销 这里可以插 可以装在这里 或装在这里都可以 側面看这样子 上面看这样子 然后两个载子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跟原本的那几只都算同模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 这是 地球防卫队的一个编号 EG02的 翔阴飞沙的商品